白话佛法 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佛法分很多的层 来祈祷和引导大家来学佛修法 不管是高深的 实际上是白话的 实际上都是佛法 那么用一种方法能够把人救活 能够把人说懂 实际上它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佛法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精通的话 他就必须要付出很多的精力 付出很多的努力 好 那么今天台长就给大家 做前面半小时的白话佛法 然后还有一个小时 给大家做悬疑问答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那么请大家注意了 今天台长继续和大家讲 我们的关于一些 我们学佛的问题 听众朋友们 那么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 最烦恼的是什么 就是被我们的烦恼 还有恶业的所盖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业障 业障是什么呢 业障就是你在生活当中 做错的事情 那么业障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当你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总是做不好 总是做不好 为什么 老有人跟你捣乱 老有小人跟你犯冲 实际上这就是你的业力 但是这个业力呢 大家很清楚的明白 那就是恶业 那么另外呢 有了恶业之后 让你的事业 让你的前途 让你的所有的东西不明朗 就是让你所受的这些恶业 所困扰之后呢 对不起 烦恼就随之而来了 这些烦恼来的时候呢 人会非常的难过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空间当中 烦恼来的时候怎么难过呢 举个简单的一次跟大家讲一下 当一个人碰到烦恼的时候 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好 做什么事情都是没有劲儿 而且不知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呢 今天呢 台长要跟大家讲的呢 这些烦恼和恶业呢 因为在你的心中啊 已经遮住了你的阳光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人开心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人开心的时候 就犹如阳光普照一样 但是呢 你的夜来的时候 当你的恶业和你的烦恼来的时候 你就等于乌云遮住了你心中的太阳 大家知道 太阳被乌云遮住之后 你就看不到阳光 你就看不到前头 看不到光明 为什么很多人会自杀 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生命没有价值 为什么很多人会看破红尘 为什么很多人会把这个世界看得淡淡的 实际上 因为他没有看到阳光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聪明的人 你要看到前头 看到光明 看到阳光 虽然有时候有乌云遮盖阳光 但是 他们是遮不住太阳的 所以人要学会 无论如何 不能看不到你的本性 无论如何 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而看不到今后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 是能够救度众生的利益 是你能够和这个世界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利益 这是什么利益 这就是智慧 有时候我们虽然看不见阳光 看不见光芒 看不见光相 但是我们心里都很明白 大家知道什么叫光相吗 阳光和一种现象 光芒所显现出的一种相 而月亮同样也是光 那么它为什么让人照得如此的安静呢 因为月亮就是属阴之光 但是它也是大的光芒 所以我们用月亮来表示一个人的文静 用太阳来表示一个人的心里坦荡光明 月亮也是一种阴的表现光明的一种东西 所以不管是太阳还是月亮 都会被乌云所遮住 大家不要以为月亮没有被那些乌云遮住 实际上乌云在这个时间当中 无时不刻的不在当中 在我们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人做得不好了 我们实际上起烦恼了 就有乌云了 我们晚上做了坏事了 也等于乌云遮住你的月亮 所以只有不断的慢慢的升和增加 而没有所减 我们讲叫了物所减 也就是说没有减少这些不好的烦恼和恶业 而是在不停的增加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说 如来菩萨 它是起源与无缘词 同体碑 大家知道吗 如来菩萨 如来是什么 如来就是没有的 原来就没有 和过去一样的不就是没有吗 因为我们最早来到人间之前 也是没有的 一切都无 一切都圆 没有了 所以如来一样 那么无缘词 就是我们知道的 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人帮助人家 要无缘无故的去帮助人家 那才是菩萨的慈悲 不要你我对你今天有所求 我才去帮助你 我今天想从你这换点钱过来 我才来帮助你 这个不是如来 这个不是无缘词 大家知道 观世音菩萨就是无缘大词 就是你不认识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也会救你 叫无缘 那么同体碑是什么呢 现在大家想一想 现在的人有没有同情心很多 现在的人同体碑名越来越少 大家想一想 同体碑 就是这个人已经考虑到 他自己所受的苦和人家所受的苦 那是一样的深重 所以当人家受苦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像自己在受苦一样 所以这就叫同体碑 犹如我们说到一个地震 多少人死掉 多少人死亡 你会产生一种同体碑 哎呀多可怜啊 那些人 你会想到他的爸爸妈妈 你会想到他的孩子 会想到他的家庭 你要记住 实际上同体碑就是 人伤我痛啊 人家伤了 你会心里很痛 很难过 而不是像 有些人看见人家不好了 心里反而高兴 这就不是菩萨 这就不是慈悲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佛法 要记住 佛法是什么 佛法就是慈悲啊 佛法就是让人 用现代话讲 与人为善啊 信佛的人 整天跟人家争斗 你说这个人信佛干什么 今天说这个不好 明天说那个不好 你说这个人 他修什么佛 学什么佛 修什么心的 学佛 学佛修心就是要觉得无缘辞同体碑 而要学佛 而要学佛修心做人 要随顺机翼啊 与之说法要随顺机翼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顺着缘分 选择死机来和他说法 当这个人很愚痴的时候 还不开悟的时候 你拼命的去度他 去跟他说佛 说法 引来的只是反叛 和反逆 逆反心理 所以呢 学佛做人 首先要慈悲人家 要有同体碑 要随顺机翼 也就是说 顺着人家的机会 机翼 来慢慢的慢慢的解决这些问题 与他说法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能够多多的学佛 多多的救人 但是也要掌握原则 那就是要随缘说法 随缘去帮助人家 那么台长接下来 想跟大家讲一讲 很多人 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 不同的事物存在 有大 小 全 实 偏 圆 顿 健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 这个人 思想有大 有小 大人小孩 这个人 有权力 有大 有些人有权力 但是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力 有些人的思想有偏差 有些人 智慧圆融 有些人 很迟钝 有些人 是渐渐的在转好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劝读他们 我们应该随机 施舍 也就是说 你随着这些缘分 随着这些机会 你来慢慢的开导他 来帮助他 种种不同 需要一个时间 需要一个机缘 很多人 帮助人家 是硬逼着人家的 而我们真正学佛的人 做什么事情 不要去逼着人家做 要随缘 你真的想救人 你就应该先顺着他 你要帮助他 你首先 是不是我们要理解他 如果当你不能理解 这个人想什么 说什么的时候 你说 你能帮助到这个人吗 从我们现在讲起来 就是佛的本意 佛菩萨的本意是什么呢 佛菩萨为什么到我们人间来救人 他的本意是什么呢 他就是要令我们一切众生啊 悲成何绝啊 反迷归物啊 大家知道悲成何绝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身上都悲有尘埃啊 很多的灾很多的难 但是当你把这些尘埃背着的时候 你如果学佛能够占物 你就相当于适合觉悟 也就是说你已经和觉 就是适合你在这个觉悟当中了 你就会反迷归物 就是你会迷途归返啊 你就会悟出很多的道理 把你不迷的事情慢慢的归于迷 那么把不迷的东西归于迷 因为你没有去真正的了解这些事物的本质 所以你会越来越迷 而你悟出这些佛法道理的时候 实际上你叫反迷归物 你已经返回离开了迷雾 归中了你的开悟 这样的话呢 佛法本意就是让你出幻望至生死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和死 我们所活在世界上的一切 实际上都是幻望的 实际上就是没有的事情 因为人不会死掉的 因为人生和死和人间所有的幻觉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所有的享受也只是暂时的 有如幻觉 所以很多人说你所享受的东西都是幻觉 你如果所想得到的事情 它也是幻觉 所以你妄想 有一句话叫痴心妄想 就有如古时候 很多的皇帝想寻找一个长生不老之术 这是没有的 你们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有生就有灭 永远没有长生的 所以佛的本意是希望人悲惩和绝 反迷归物 出幻望至生死 成本具之佛道而已 也就是说 真正当你理解了这个世界的人生 都是幻望 都是幻觉和妄想 所以我们的生死也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才会得到真正的佛法和佛道 听众朋友们 众生呢 业障深重 并不是非常容易消除的 大家知道吗 因为当你有业障的时候 当你的业障很深重的时候 你很难就消除它了 犹如一个人 病如高谎 他就不能够把他的病再治好了 当你浑身都是病的时候 没有一个医生 能够治疗你的 大家知道 当一个人身上有一点病 可以治 脚上有点病 可以治 当你脑子有病了 也可以治 当你浑身都是病的时候 你就治不了了 也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 众生业障深重 众生的业障深重 未易消除 也就是说 消除未必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 要真正的学佛 真正的理解佛法 要消除自己身上的业障 要消除自己身上的业障 所以佛菩萨为什么到众生 到人间来救度众生 就是希望人要恢复他的本性 恢复现在的白话讲 叫恢复人的良知 良心 因为现在的人为了钱 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所以有一句话说 现在的人 什么都要 就是脸不要 你们想想 过去 圣人教我们 要懂得 仁义理事性 要懂得 要孝父 孝母 对所有的人都要尊敬 善恶要分明 而现在的人呢 大家知道 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出卖父母亲 可以跟兄弟接仇 和你的师长翻脸 所以现在又有孩子说 现在的人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我们学佛法 学白话佛法 就是要学菩萨的一种 让人怎么样来反迷归物 因为你所看到的东西 那是迷途的东西 那是不正的东西 那是幻觉 所以你一定要抽掉 逃出自己幻望的生死 也就是人生苦短 你所有的命 都是非常的短暂的 你所有的生死 也是假的 你自己的本性 掉了 那是真的 所以不管在人间 所以不管在人间 有没有大小之分 有没有传实之分 有没有偏和圆和顿 剑之分 都是要随机来改化 来随机来变化它 来随缘来度化它 学佛学法是一个神 很深奥的佛学 那么我们怎么样 能够来了脱生死呢 我们怎么样 来把它解决这些问题呢 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 要学佛 学法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很多众生 业障深重 那么所以呢 很多法门就开始了 那么有些法门呢 是让人呢 皈依净土法门 有些呢 是禅宗 又有些呢 是各种各样的宗派 实际上 无非就是让人呢 要恢复他的本性 和本心和本意 也就是说 你把你脸上 所涂有的色彩 全部把它擦干净 就像现在当今社会一样 为什么吃东西 要natural 要自然的东西 为什么 所有的东西 都喜欢自然的 而经过化妆的东西 经过了 一些植物经过了 半成品的东西 它就缺乏它的本性 它的营养成分就不够了 犹如我们在人间 吃的菜 经过所有的农药交洒之后 它长得很漂亮 很快 但是吃下去 不是原来自然的东西 所以没有营养 所以我们要恢复 我们自己的本性 要恢复我们的 若胜若凡 我们有时候像一个圣人 做着很多的善事 我们有时候又像一个凡人 做着很多的坏事 实际上 实际上都是在于你的心 在于你在开启这个法门当中 你在变幻 你在变幻莫测 也就是说你的心神摇摆不定 所以永远要记住 我们要做圣人 而要脱离 凡尘 要知道自己身上的业障很重 要知道我们有时候很愚痴啊 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很有智慧呢 因为我们学了法了 我们才会有这个智慧 所以我们人本身学佛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很傻 觉得自己很聪明 实际上是最笨的人 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自己恨不得打自己的嘴巴 说我原来是这么的愚蠢啊 但是当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说他觉得不觉得 他自己是很愚蠢呢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台长的白话佛法呢 只能做到这里 因为呢 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说的更多 那么下个星期天 十二点钟 我们呢 再见